這是境內的新聞 抗疫 因為禁足嘛 現在很多國家都禁足嘛 說全球家暴案激增 沒錯 來來來 我們來看 關心一下 對一個角色 這個黎巴嫩跟馬來西亞 說家暴案求救 你猜多少 數千 多三成 一倍 多一倍 對 馬來西亞跟黎巴嫩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個兩個國家應該都是伊斯蘭 澳洲多多少你猜 多百分之七十五 這比例很高 比例很高 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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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事情沒得說 小孩沒得說太太 也太可能是太太說的 對啦 也有可能 對啦 在家裡的營營 沒這麼賺錢 吃飯又大小聲 英國 英國最少 英國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然後他其中有一個人 英國女性出來說 在家裡面 她竟然敢刪我的社群帳號 老公 然後阻止她跟家人朋友聯繫 然後刻意挑釁她 然後再毆打她 老公 然後這個義大利就笑英國 說你那個算什麼 我們現在求助專線 少了百分之五十五 為什麼呢 因為老公控制著 老婆根本無空檔可以求助 都在家裡看著她 沒辦法去打電話 所以你記不記得以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要求救 她要打那個說叫披薩 對 然後法國竟然發明出暗號 發明的 法國的暗號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在家裡沒辦法求救 因為你被她控制住了 對不對 他說我出去買口罩 然後買口罩的時候跟藥房老闆說 我要買十九號口罩 一九口罩 mask19 這個叫做報案 請你幫我報案 中國的家暴見數竟然增加兩倍 最嚴重的說法 他們的那個離婚 因為這樣離婚對不對 排到下個月 要延長了 對 因為太多人要離婚了 我聽說已經到了 已經可能可以排到年底 夫妻本來每天相處 時間沒有那麼長 那現在都沒有悶在家裡 然後有人說 就生個老二 你錯了 生那個時間沒有幾分鐘 其他時間都要吵架 看這個不順眼 看這個不順眼 你知道嗎 然後就吵架 吵架以後就可能打架 崔文怎麼會聚在一起 怎麼會更這樣子暴力 我覺得這一次疫情發生以後 大概都是從過年開始 就有非常多的人 已經沒有辦法去 他原來的地方工作了 所以就停留在家裡 那停留在家裡 其實在情緒上就很容易波動 因為他生活重心沒有了 另外一個我其實在做 我自己做諮商 發現還蠻多這樣的狀況 就是這個常常是整個家庭的 一個家庭重擔的人 所以他會開始憂慮未來 然後就開始脾氣變得暴躁 易怒 然後開始胡思亂想 然後沒有事做的時候 當然就在家 就看太太看小孩 然後很多時候一旦那個太太或小孩的行為 不符合他所要的 或是忤逆他 或是說沒有順著他的意思去做 哇他們的脾氣就可能會變得很爆裂 然後人在焦慮的時候 那個負相想法就特別多 就覺得說現在家庭都已經是這樣了 你們還不知道供體時間 所以他也不太允許家人稍微輕鬆一點 或是放鬆一點 然後整個家庭氣氛就會變得很緊張 搞不好還放服務性假 搞不好還失業 其實我後來發現有很多 他是其實是因為心情不好 所以在心情不好 又鎖在家裡的狀況下 對無處發洩 就會把這些情緒宣洩到家人的身上 那我覺得這個是有的 那另外一個就可能說 夫妻本來溝通上就比較 不是那麼順暢的夫妻的時候 在這一波疫情當中 哇 那那個衝突就更大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自己遇到的 常常很多衝突是從親子衝突 演變成夫妻的衝突也蠻多的 譬如說像這次疫情有很多小孩 他覺得很悶 他還是想出去玩 那這時候爸媽馬上跳出來說不准去 這時候爸媽媽還是共同 那有些小孩說既然你不讓我出去 那我就請朋友來家裡玩 那請朋友來家裡玩的時候 爸媽媽也很緊張 因為又擔心這些朋友把病毒 病毒帶進來 要對整個社區負責 所以爸媽媽的情緒 常常會因為小孩的一些行為 然後也會變得雙方就開始衝突 那如果看到小孩隨便打一下電動 或是說隨便玩一下什麼 在家裡作息不正常 或是對爸爸 因為爸爸已經長期沒有在家 那如果回家之後 對爸爸有一點不禮貌 不尊重 什麼事情沒有問過爸爸 可能爸爸就整個大爆炸 覺得難道我在家裡 我這麼常沒有在家 我現在在家 你們都沒有尊重 我是一個爸爸嗎 然後沒有來三餐來請安 那小孩本來就沒有這個習慣 那可能就會覺得他這個爸爸沒有在家裡 沒有一個地位 或是說沒有一個被重視 那怎麼化解 所以有很多很多就會整個引爆出來 那怎麼化解 其實我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比較會帶領他們 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一個就當然就先幫助這個爸爸 把焦慮的情緒釋放掉 然後讓他身心上比較平衡一點 另外一個因為像這樣的 像這樣的爸爸或媽媽 很常就是睡不好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先讓他們比較可以睡得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把注意力放在 可以跟家人相處也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如果你要安心的話 你要把注意力放在我可以做什麼 因為如果說他們一直會把注意力放在說 我現在就想去工作又不能工作 一直放在這個限制 他就會變得很痛苦 痛苦情緒就會不好 那我們通常會引導他把注意力比較放在說 你現在可以做什麼 有沒有什麼是你一直以來很想做的 你一直以來覺得你都沒有時間陪家人 那這時候剛好是一個陪家人很好的時候 其實是我們